大家好 这里是重庆沙饼坝区大学城 四川美术学院 这条路就是四川美术学院里面的波浪路 这个波浪路的起伏是非常的大 我今天过来示范一下 其实设计这条波浪路的目的所在还是 为了让过往的车辆减速 这条波浪路的话 有车开过 你必须减速 这个高低起伏很大 下面我等车子开过的时候 拍一下 看车子怎么过这条波浪路 这是电瓶车过波浪路 有车子过来了 看一下怎么过吧 我想这条路设计的初衷就是让你必须减速 有一点像坐过山车的感觉 现在过来到一两车 看一下他怎么过这个波浪路 很慢了很小心 很慢了很小心了 我看车子是有车子 在这条路上 的就是在这条路上 那边有车子 在这条路上 有车子里面 在这条路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